大家好,今天是9月29日,星期四,今天没有业绩,跟大家报导一些特别是英国,香港的经济情况,跟大家提出一些新闻,特别是关于很多香港人,现在移到英国。 英国的经济状况其实是不好的,这个大家要承认的,你说欧盟好不好,欧盟都不好,你说香港好不好,香港还不错,你说中国好不好,中国都不好,美国都差,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美国是好一点的,你看到为什么股市这样加发息呢? 他还捡住那三万点呢?其实他因为那些企业还有钱赚,这个是最重要的,香港当然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因为你当时那些放进来香港的中概股,他已经是没有钱赚的了, 那只不过他现在虧得更多,那就是只剩下一万七千多,你看到他越保越低,保两万二,接着要保两万一,接着又保两万,保一万九,万八,万七, 我想万七都守不住了,基本上,我想万七,真的好像,我不记得谁,我之前说过,说港股有机会建万六,我觉得建万六的机会差不多九成以上, 因为他根本没有钱去户盘的,你看到,那一会给大家看,那个银行的结果跌到一千二百三十三亿,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美国还有,一又四分一来,今年要加, 我估计他剩下的二百三十三亿,都不能捱下去,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现在没有钱赚的,你中国又死了,你看到中国的人民币跌到这样,他都没有订单的,跌到这样都没有订单赚的,那你不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之前很多人在唱,我们要做这个人民币,我们要做这个国际化, 这样就要挑战美国的霸权,那别人只不过加了几厘息而已,不是加了很多息而已,好像三厘而已,对不对,他现在都是三厘八左右,三厘七多,三厘八左右,那你已经捱下了,那你找什么跟别人打,多交予啦,你都不入流,即是你的货币都不入流,那有读者问他说,喂,如果这样保持这个英镑好, 还是保持这个港币好呢,你问我,如果你在香港,你在香港要生活的,那你当然是保持这个港币,因为你要生活的,但是你说剩下的货币,那当然是保持美金,或者美元的资产好一点,那你迟些你是会知道的,就是你跟着过了加息周期,好的资产会走回来, 好了,但是当你的经济有问题的时候,未必的,但是你说你是外国的,如果你只是有港币跟你对比的,那我当然是保持英镑啦,因为英镑是国际货币来的嘛,你港币香港,你的飞机车一刻离地,你的港币就像废纸一样,其实,你持住多少钱都没用的,你去了外国,你的港币就是废纸来的, 你持住英镑的,去哪里,他都直租嘛,那两件事的,那今早上收市就升200几点啦,但是成交是低得很紧要,低到413亿,那我已经放了这个文章,下去这个网址啦,那大家截回YouTube下面的连结进去看,就OK啦,那就鑽石狗,那就好一点啦,因为这个美股昨晚升很多,升500几点啦, 那这个NASDAB也升了200几点啦,那鑽石狗升上去101%,那美银也升上去,升上1%啦,升了39%啦,那如果大家想订阅我们10月份的,香港与环球投资日记,或者这个YouTube投资筆记,大家都可以开始付费啦,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封面啦,有读者说,喂不是啦,板珠你说金,那金都不行啦,那这样, 你应该这样看啦,我不是叫你炒卖嘛嘛,为什么金在今年中段升呢,就是因为这个普京这个筷子打这个乌克兰嘛,我不是叫你炒卖嘛,我只是说如果你持住金几年的话呢,你看回现在呢,金的价位呢,还是比4、5年前高很多的,你在中段,譬如说当这个2月多的时候,是不是2月24呢,这个乌克兰呢, 就是一被俄罗斯打的时候呢,接着怎么样呢,油价就飙了,接着金价就飙了,你那时候进入一定死的,现在是,你看油价就知道啦,所以你巴菲特买的那个西方石油,其实都是一些炒卖的行为,那你的油价现在是不是做了乌衣呢,七十几元,起不了的,起不了的,他打核弹都不是用那个石油嘛,你看到的,起不了的,你见到的,所以问题是,你中段买 是一定死的,但是如果你,就是长期都有买金啊,持住金给你保值的话呢,其实你没事的,那所以问题就是,你现在是,大家看到盈光网了,你估计会债由金全线跌,那但是你问我现在持有什么资产呢,最好就持有美元,或者美元的定期,那美股你持有些,譬如说,Microsoft,或者苹果那些都OK的,那会就, 就是,就是不知道怎么玩啦,就是这个,你持有美元也是会啦,那美债,或者你持有美债,但是问题是,你持有美债,你就要持有到到期啦,就是持有满益,因为你在中间,你之前持有的那些债,它的债息一直上的嘛,那之前那些债是一直跌的,那你唯有持有满益而已,那有又死啦,那你持有几年那些就OK啦,你现在短线,你几个月之前买的那些 金一定死的,那所以这个问题,现在就,美元是,就是一个独赢,打光了,那所以,就是你,你信那些说,什么我们人民币挑战这个美金,那这样,根本你都不入楼,你的货币,你的货币都不入楼,基本上,你说港元不入楼,那你,你,你人民币入楼吗,你都是不入楼的,是吧,没得比的,根本上,你现在拿着个,就是我说过很多次,我说,如果你现在出去旅行的, 你就尝试拿几千元人民币出去,你看人家同不同你换就知道,是吧,很简单的嘛,去日本,或者很多读者去这个,新加坡,很多读者都去新加坡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有些读者去南韩,你拿个人民币,或者港元去换就知道,是吧,那你就知道我说什么了,好,那我们说一些新闻啦,那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 那么,Welks Fargo就说,美息在明年首季,会升到4.75至5厘,其实基本上应该不需要的,我不知道他说是不是滞后了,因为一会儿给大家看美国的债息,他今年如果加一,又四分一来的话,今年已经到的,是不需要去到明年的第一季,今年我想十一月十月月已经到的,即是在这个圣诞之前已经到的, 那么他就说,联储局的货币政策要到明年底,才会U型转向,那么你就会看看他明年要加多少息,或者加息那个情况是怎样的,一会儿我们讲到那个债息的时候,我们才讲一下,那么大家看到香港,即是那个,那个,我也不会讲,即是香港的股市,成本上已经散了,整个是,即是股市散了, 是呀,楼市散了,跟着贸易散了,三个都散了,那么大家一会儿进去,如果你没听的,就进去听吧,这个你在YouTube按这个正经短打,你就会看到这个,你零售那些一定死的,一定死的,那么你交税那些又死的,那么跟着个个都死的,那么杨洋红就说,他希望年底才再放宽, 那么他中间就看下那个零加三是怎样的,那么你今年年底才放宽,就认了我之前估了,那么我之前都是估的,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今年年底才零加零,那机会很高的,他只需要过了那个金融峰会,那个渣马就是明年的,那么所以问题就有机会被我,就是之前就估中了,他实际上那个零加三, 就是想10月才搞的,这个零加三,就看下人家那个渣马,或者那个金融峰会会不会来的,那么金融峰会那些,他一定试试的,你不想问,他一定试试的,但是有没有机会,就是在11月头的时候零加零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一般是零加三,今年年底,才再放宽做零加零的话,那么我不知道有多少会倒闭的了, 有可能的,不奇怪的,他总而言之,金融峰会有来的话,他不管你的社会是怎样的,所以,你拜神拜佛,就是那些鬼佬不肯,待会我们也会说的,如果鬼佬肯的话,你肯定是今年,甚至是过了今年的Christmas,明年年年头的新历新年,他才放宽到零加零的,那时候香港全部那些,剩下的那些,现在好像美心都说不行的, 是不是美心都说不行的,美心,库林那些都说不行的,那么,罪福已经出来日夜喊的了,那些就不用说了,那就是今早,现在我录的时候已经是过了一点钟了,那今早恒指就升回200几点了,那成交好银了,400几亿,那一万七千四百六十六点,没脱险的,没脱险的, 那个人仔,我估计他仍有得跌的,那我想真是可能今次恒指会有机会见万六的了,应该 那大家看到那个,就是美国的十年期,他没什么太大影响的,当然啦,你拉长三十年就有影响啦,譬如说两年啦,五年啦,十年啦,跟着二十年啦,三十年啦,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差零点几的,那大家看到那个十年期的, 美国债息呢,就标到上去三点七六七的,一个星期就三点五四嘛,那如果他今年,下半年已经打了开销牌,就说加1.25嘛,那就是说今年有机会呢,就已经去到五厘息的了,其实就是美国的债息是去到五厘的,那我们看回,我想下个星期应该有的了,那就是九月份呢,美国的通胀是多少,那如果他的通胀, 通胀都是八厘多,那他曾经说过,就是说要,就是通胀是两厘多,就是两个百分之后,那就是说他应该就加多厘岭息呢,就是明年就加完的了,那我估计他十月十一月,就会加四分三厘,跟着加半厘,那就完的了,那跟着明年呢,还有厘岭的嘛,那厘岭可能加,就是, 一月,一月或者二月,他新年回来之后,加半厘,那跟着四分一,四分一这样,那就完结了就算了,那问题呢,就是最,最凶狠那段时间呢,应该就是今年现在,就是刚刚说说,1.25来,那当然呢,我们要知道,那通胀有没有,有没有回落, 我估计会啦,因为你那个,衰退那么厉害的话,很多人都按住荷包啦,那现在首先一样东西呢,就是中国那个封城,看上去就会慢慢地好啦,那那个航运啊,成都会好了啦,你看到那些航运呢,是,他不够货柜啦,个个都抢,不够货柜啦,所以呢,但是这些都是短期的啦, 那跟着,还有那个呢,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俄罗斯啦,那你都不知道俄罗斯熬得多久啦,那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这次美国这样加息呢,你是暴露了整个欧洲,特别是英国,欧罗都不好得去哪的,欧罗大家看回呢,一年呢,都大约跌了两成的,欧罗是,差不多而已,英镑加上这次急跌,就跌了两成多, 那两个都是难听难听来的啦,其实是啦,那呢,就说一些新闻啦,其实坦白说一句呢,呃,这次突然间,今年这样加息呢,跟耶伦是很有关系的,可能大家没有留意的,其实在Donald Trump最尾那段时间呢,已经叫了耶伦加息很久的啦,已经叫了耶伦加息很久的啦,很久的啦,叫了他,就是Donald Trump那时候已经说过,那时候你加息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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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来那些,没有影响的,这个女人死也不加,当时是呀,怎么都不加,那时候是,所以就是搞到现在啦,那所以友传就说他,就想继续联任,做这个财长,但是呢,友传就是今次,就是明年,就是明年,中期选举之后呢,应该就叫这个女人收皮,那我觉得这个女人都应该收皮,基本上,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干嘛, 找另一個做好過 我估計後面是很不滿意他 因為如果當時在特朗普的年代 他加了梨領息的話 後面沒有這樣的事 大家記得 2021年的時候 其實市場仍然不錯 為什麼當時不加息呢 或者去年的時候為什麼你不加息呢 你加一梨也好 當時他仍然是Fat的時候 接著才到Powell 這麼久都不加息 在那邊咪咪摸摸 然後今年 突然間打這個 俄羅斯打烏克蘭 你這樣匆匆忙忙去加的時候 那個震盪就很大了 所以應該修這個女人皮 好了我們就講一下英鎊 其實英鎊 他做了這個克制 他宣佈了那個 減稅 迷你 財政預算案 那個減稅措施之後 他英鎊急跌 然後 其實昨晚英倫銀行 就有做事 他就出手 就買了那些 長債 他就怕別人 就是 斬倉 其實問題 就是 為什麼那些人會斬倉呢 原因就是非常之簡單 因為你的貨幣跌 你的貨幣跌的話 什麼債息都死 你的貨幣一跌 跌了10% 你給三四利息 我都沒有用 就賺息虧價 就立刻斬 如果市場立刻斬 通常這些都是投資者 即是外國的基金 或者是投資者 你不可以說別人是炒賣行為 因為你自己的磅這樣跌 我一定不欠 如果那個債息 就是 你扔那個 將那個債扔出去 你只是等於 將那個英鎊扔出去 那他就還跌得厲害 所以他就 暫時 先賣掉了 賣掉了 但是這些都不是 你說 怎麼說 你說有沒有效呢 For now 即是短期有效 你過多四五天 可能都是沒有效的 英倫銀行 其實已經是連續13天 買個債舊英鎊 13天 即是都是那個問題 你的錢從哪裡來 對不對 那些債本你放出去 給投資者買 就把錢收入 讓國家在這麼艱難的時期 可以有錢用 你反而 你自己拿自己剩下的那些菊種 去買了那個債 即是你自己買你自己發行的東西 他這些應該是國債 即是你自己付錢買回自己的東西 那你短期之內 你還吃一塊 問題是 那你什麼時候把債放出去 你短期內 誰敢鬥你的英鎊 不出奇的 這些不是炒賣行為 即是短期內沒有人敢鬥你的英鎊 我不知道你做什麼 你11月多才說意識 那你中間的綁再跌一夜 你不就糟糕 可能你說我想完之後 我也是決定減稅 再再扔多你8% 你不就糟糕 所以問題就是 基本上它是微脫險的 只不過一件事就是 For now 為什麼那些人 即是未必會動你 害怕你 始終你是國家來的 害怕你 我買回所有長債才進去 那你那一兩天之內 我怕被你劫死 但問題是 長線來說 你也是掛 當然你可以量化寬鬆 即是市場上已經說了 銀錢不就多 我不夠錢 那怎麼辦 我又要11月才意識 那我就是量化寬鬆 我便印銀錢 但它不同 即是其他國家 它印銀錢超出 那個regulation裡面 它要出聲 那你出聲 一印就又跌 一印就又跌 其實根本上 不能搞 怎樣搞都搞不定 正常來說 譬如說香港 或者你現在中國 你唯有棄牌 打過一盤 不能打的 你盤牌 現在怎樣打呢 為什麼說 它是結構性問題呢 大家都可以看到 九月份 只是食品通脹 已經是升10.6% 你還加上 汽油價 你不升18% 那你怎樣搞 搞不定 坦白說一句 我當你搞定了普京 你搞定了普京 你不跟普京買 他只有兩樣東西 一是買氣 一是買油 你不會再跟普京 買氣 和買油 那你跟誰買 你沒有10.6% 或者你沒有18% 你怎樣都加一半 你還是乏 你還是乏 當你沒有經濟增長的時候 你明年又說 蘇格蘭又說公投 那你英國有多少人口呢 我想問一下 英國只有六千 英國只有六千八百六十萬人 英國是 但你不要忘記 英國 已經是很老令化 英國不是開玩笑 再加上 之前那個 即是那些利益那麼好 你真是搞不定 我不知道現在英國一個人 即是一個 勞動人口養了多少人 我不知道 即是大家如果在英國 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 你看到的老人家多 即是中老年人多 還是年輕人多 如果看過人口分佈 就應該是中老年人多 這樣就很惡搞 其實基本上 好 好了 這個Morgan Stanley 就說英國銀行 11月 因為我們說過 他11月才開始 義食 11月 估計會加息1.25 他加息1.25 即是追回現在 now 現在 美國 因為他現在 2.25 簡單講句 差不多 跟美國 現在 now 現在的息是 剛才給大家看了3.8 左右 0.2就算了 好了 但是問題是 你現在加1.25 第一件事就是 你英倫銀行加 你匯豐、渣打那些 都要加 因為不是 你都是 都是走資 意思就是 別人就賣了你的英鎊 除了 必須的之外 就賣了你的英鎊 然後就賣入美金 因為美金的息比你高 是吧 安全過來 第一個 好了 問題就是 現在10月 美國又加息了 又加 又加四分三來的時候 是吧 但是問題是 現在你已經 死了一半了 基本上 其實香港也是 基本上 人家現在又加了 那你怎麼辦呢 是吧 那你又緊張了 那你跟了兩斤就釘過去了 但是美國呢 我估計的一件事呢 他 10月和11月要加 但是他加的時候 就一定會震的 那個事是 但是其實 他之前 一跌跌了千多點 就已經反映了 今年下半年加 一有四分之一 就是說最難過的時候呢 就是你買美股 可能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麼明年來講呢 他應該 有個路線圖出來的 就是我們剛才說 可能加一半厘 過年之後加一半厘 那麼跟著呢 就是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這樣就完結了 除非 就是真的有很特別的事情發生 譬如說 打仗呀 或者是其他 就是 英國倒下了 現在是不奇怪的 除非你印銀子 你印銀子 這樣倒下就不會的 你印銀子 其實是 他現在 你看到他不印銀子 他也做不到 誰敢買你呢 大哥我還敢買你的債 是不是 你的房子還下跌 那麼你不買那些債 那你的錢從何來呢 是不是 你缺頭七百多億英鎊 那麼最後就是 印銀子 你印銀子的時候 那個匯率再下跌 但是先頂著 就是頂著雞頭 所以你看到他最早期 他入歐盟 但是他不入歐元 就是 他希望自己有 自己印銀子的權 如果他入了歐盟的時候 不像當時的希臘 希臘沒有權自己印錢 那麼就釘勾了一個 他可以的 他就自己印錢 但是他印錢也釘過了 現在就是這樣 你看到昨晚 這個拜登老爺已經透過這個 IMF 跟這個英國政府說 喂 你不要搞這些 減稅計劃 搞不定的 好了 問題就是 他不減稅 那行不行呢 其實不減稅 那些市民就釘勾了 基本上 因為他 有一部分是靠 做過減稅方案 而上到來 即是卓惟斯 如果你不減稅 那些市民 就上街了 那你又不減稅 那你又不補貼 那些市民 那你又不補貼 那些能源公司 讓他們自己 那就沒問題 對呀 你的英鎊沒問題 但是問題是 那些人民就失敗了 那些人民就上街 就斬勾你 是不是才對呀 所以其實他怎樣搞 搞不定 基本上 拜登當然想一件事 你不要搞了 是不是才對呀 因為 美國有跟英國做生意 亦都有跟歐羅做生意 那你是 英鎊也是國際貨幣 你這樣跌的話 你的貨幣這樣跌 化售 你美國也相差 對呀 美國也相差 因為我拿著你的英鎊 怎樣都拿著一些 拿著一些英鎊 拿著一些歐羅 你這樣跌的話 美國也相差 還有我和你做生意 所以其實基本上 是很難搞的 不知道 逼供的狀況是怎樣 但是如果經濟再差的話 因為他就不是極權國家 你不得可能他逼了你下台 也不奇怪 有機會變成最短命的首相 或者提早的大選 他本來是2025年 如果這樣可能就提早 如果這樣是 好了 我們看看中國的情況 其實你見到 李克強總理 基本上已經開了期 差不多三個四個月 但你見到中國的經濟 是完全沒有起色 是完全沒有起色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的 引擎率很高 很多是 一來就是你的動態清零 別人不相信你 二來就是美國的 引擎率很高 所以那個落單 是 落單意欲是很低 大家都知道 好賣那些 譬如iPhone那些 就已經 iPhone Pro 14已經在 開始在印度 做Assembly 已經在那裡陷入了 其實 很多大的 慢慢移走 剩下 侮辱那些 你又不想做 你看到他一直 把人民幣貶呀 貶呀貶呀貶呀 但訂單也是很少很少 聶河得知 你看到 昨天最低 人 人好像跌過去 7.24 我们计算是6.2几跌到7.2几 都不用计算了,跌了差不多18% 为什么要这样呢?很明显一件事 希望自己的东西便宜些 但便宜到现在都没用,我们之前已经说了 你的人一定要贬到8% 一定要贬到8% 然后没有动态清零 其实现在在中国的供应链 已经整个供应链散了 我相当怀疑 现在中国还不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我开始怀疑 因为你整个工业已经死了 你怎样做第二大经济体呢? 什么大?你屁股大,对不对? 现在今天是7.2 7.19 他仍然是出口述 他不是真的去掃取人民币上去 而他只是说了 你们不要炒卖 只是这样而已 这个就是今早上的东方 美国你又不可以说他放任加息 他有需要压通胀下去 但他做得不好 其实 那么游戏规则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老早已经说了 我说美国他 我拿着牌子 你找什么跟我打? 你找一把口说人民币可以国际化 然后 找一把口说数码 就是人民币就可以打低美元了吗? 你是不是跌倒了? 是不是跌倒了? 是不是跌倒了? 你只是看别人家息多厘 你全部都躺下了 是吧?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就是 港股就大了 香港很麻烦的 其实香港都要弃牌 其实是搞不到的 那盘牌是打不下去的 你的贸易又死了 昨天我们说 跟着地产又死了 跟着金融又死了 那你哪天都会玩 是不是? 那盘牌是没得打的 你只剩一只工 我们都说了 只剩一只工和一只市 那别人有居马炮 那你怎么打? 没得打 大哥 你真是搏飞工? 是不是? 你唯有捉过一盘 是没得搞下去的 好了 最受影响的 最受影响的 当然是 汇丰和沙达 因为问题就是 不关股价事 而是说 你拿什么 你做三样东西 汇丰最多是三样东西 第一就是人民币 那人民币又贬值了 好了 跟着你拿英镑 英镑又贬值了 好了 跟着你做亚洲 特别是香港生意 哎! 香港又死了 那整个汇丰就散了 他真是首当其冲 搞不到 因为他的本质就是做中国 和做欧洲生意 和英国生意 那你持续最弱的 那哪有得搞 所以汇丰是实死的 是的 你看到现在 他的主力 都是在亚洲的生意 那你这一季 其实他的生意 基本上不用看 一定钉过去 即我们不是说股价 是说你的生意 你拿打一样 所以你看到他 峰会他一定要来 他都没有其他 他都没有开到其他地方的生意 是吧 只得过中国和香港 那他不来都不行 否则生意都不能做 你看到英国的贷款业务 占了四分一 如果英国有些坏账 不出奇的 很多行业可能受不了 你的货币这样跌发的话 很多他是用那个股价 或者那个公司的市值 去做一些挂勾的东西 当你的榜这样跌发的时候 会死的 幸好他护着长债 如果债息这样飞下去 你还钉得快 但是他顶了多久呢 是吧 另外呢 契妈好惨了 契妈他还做这个创投基金 其实是 他还推这个创投基金 不要紧要 我估计美股都差不多 过了今年都差不多 因为你看到他加息都走了一半 他加息都走了一半 你明年都 明年还是加多 如果根据他所说 要压到那个通胀是只有2% 那就是明年还加多多 那他加息都走了大部分路 那当然了 你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 可能突然间这个 就是普京出核武 是吧 那你又不知道 他出核武虽然打不到这个 这个美国 但是你一打仗来说 股市就倒下了 是不是 不知道 那中国会不会打台湾呢 这个机会更低 更加低 打得赢的机会更加低 但是世界上是不知道的 是不是 这个呢 我们之前日日都说 所以我们经常说 一件事就是 商人 他只是 loyal to 钱 他真的 loyal 你 就是中国共产党吗 你看 只是清可就知道 之前中国最好的 中国最好 香港营商环境最好 你看 赚钱一赚少一点 他不会等的 哎 中国快好了 那个改朝换代 他不会等的 你看看 姐清可姐说 正将部分香港员工 已经迁至新加坡了 所以你生意佬 他 loyal to 钱 对不对 你留住 你留住 已经在香港的基金 先了 香港的基金 都没有发出去 你找外面的人 开会 又有用吗 你自己都先走 喂 喂 你当时的 当时是 现在是 虽然是 你当时喂 你也不小 那你为何不留住 这些人呢 因为多鸠鱼 你自己那些人都走了 你那个余蜚民 这个人是 你留住 那些已经在香港 的人 在香港那些 拆了筋基金 他都要走了 incorrupt 那些桥水 已经在香港 他都要走了 你去找个 不知道是什么人 回来投资 那你说机会有多大 那韦利当然说得好听 哦,我们跟随资本流动 那就是收工 好了,我们就讲一下这个 他应该是写错字的 他应该是财汇局来的 即是说,钱财的财 接着就是汇款的汇,不是汇计的汇 可能他想两个一起说完都不错 这个会计工会,大家也知道 被财汇局空降了 这样就立刻整个取消了 即是以后会计师要续牌 要拿牌全部被财汇局去看 那好像连波叔也踢了出去 我没有记错 因为是审计会 踢了波叔出去,麦美娟那些进去 其实大家都看到,我们看到 根本上就不够人买班 为什么不买班呢?因为我不敢买班 大家都知道你现在买了去 你没办法去到欧美 你去不到欧美 谁敢去欧美呢? 分分钟别人是不承认的 所以问题就是你见到 根本上连班都没够人 那我就立刻要说 即是说这个财汇局 或者是会计 就立刻要说这个 中概股在香港的审计 基本上我们看下一页 现在已经是展开了在香港的审计底稿 那美国就会由一些最难的开始 比如说阿里巴巴或者京东 那些 那为什么人家看什么都可以 为什么中国那些官员要在呢 那就是力阻你 有一些资料不让你拿 这些不能審,这些不能看 这些要问老闆等等 其实我们很快会知道 能不能满足到美国的设计要求 那如果你不可以满足 需求的话 那就收工了 我想有一部分可能会收工的 如果你硬不让他看的话 有一部分可能会收工的 这些我们再看两三天就会知道 另外我们刚才也说了 这个余偉文之前就说没有的 就是我们没有流失 那大家都看到了 那接着你加息加得不够 因为你今次加息加得不够 特别是汇丰那些加一点 那你就资金再走 所以问题是如果今年 美国还有一由四分一来要加的话 他的银行结余一定 跌到一千亿或者以下 基本上肯定的 现在已经是肯定的了 因为你汇丰根本加息不够 所以大家知道为何汇丰不敢加 一加的银行结余就是这样的 你看到一加的银行结余 整个市场就想了 包括他自己 那就是11月1日至2日 举办这个200人将出席这个国际金融领袖 投资峰会 我估计一样东西 他应该都是exempt这班人的 那就是0加3 会不会去到 去到这个 10月份 有机会0加0呢 我之前说过0加0就不同了 就是你完全是0 别人不会跟你做0日 还有大家记得 我们讲0 即是0那天 接着第二天 要做那个核酸 那你觉得别人会不会在第二天 和第二天 即是走那天做核酸 他不会的嘛 所以问题就是这班人一定是exempt的 一定是exempt的 那问题只不过之前就说 别人exempt也不来 因为他不想取得特权 那问题就说 你问我 真是投资的不需要等我封会来的 我刚才看说封会里面说些什么 说 讨论加息 即是加息周期 通胀 有什么好讨论呢 这些 这些是人都知道的 我们这些都知道 我们这些交流流都知道 对不对 那些党委就坐进去 接着宣扬你们要投资中国 中国多厉害 之类之类的东西 那别人都是给面派对的 一部分就是去新加坡 真正要投资的 我不管你0加0也好 0加3也好 怎样都好 你真正要投资 你现在投资也可以的 关于封会有什么事 是吧 现在的港股都够低了 为什么现在不投资呢 对不对 对不对 虞偉文就走出来 哎 哎 我不知道哪些 总之我知道汇丰 大家一定有 是吧 新一轮的放宽措施 非常有帮助 之前他说没有关系 大家记不记得吗 之前他说没有关系 现在说0加3 0加3他也不会来的 其实 一日就试试 一日就怎样呢 一日就 11月0加0 但是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你这些 就是 给面派对而已 你要投资的 你现在投资也可以的 摩根斯丹尼高敏那些 现在投资也可以 需要什么要等到 等到11月才投资呢 你这个会说什么 你会说通胀而已 你会说利率而已 那又怎样呢 说你干什么 你最近一样东西 投资香港有没有钱赚 你现在投资中国有没有钱赚 那你没有的 还有最重要的问题 哪一个 还会来买你的人民币债券呢 你的人民币国债 你看利率跌到妈妈 你明白谁敢买 喂大哥买了那些 真是死得的 你跌了20% 大哥 那不就惨过输 惨过输股票 香港有人 真的买了人民币债券的 那你是不是听过呢 六点二几啊大哥 一年跌到七点二几啊 跌了18% 你只有那三厘息也没用 我还亏了15% 谁还敢买你的人民币债券呢 没人敢买了 对不对 你香港政府发的那些 什么绿色债券呢 都可能有人买的 因为你的 就是你的回率稳定嘛 因为你和这个美金 美金挂钩嘛 但是问题就是 你人民币的那些债券 没人买嘛 其实他也是想说这些 接着放的那些党位在里面 宣扬一下自己那些 就是国家思想 中国多厉害 多厉害 别人都看到了 多厉害 是吧 最后再说两句 关于这个Netflix 我自己也有用Netflix 经过最新在美国的调查 串流的影音平台 最多人用的就是Netflix 有七成 很多的了 七成大佬 接着加广告呢 可能会有很大部分的观众是走的 现在我们大约是 七十五元到一个月嘛 就是standard的标准计划 但是问题是 他有机会就可能便宜一截的 就是现在大约是九个多 他可能便宜到你六个岭 但是就有广告 就是一个小时里面有两段广告 那很多美国人就不喜欢 很多人就是 我宁愿多给几元 但是你加广告 那如果你真的有广告 很多人便会走 又或者一样东西就说那些画质 有些人就说那些画质 就不及得这个迪士尼 还有迪士尼 他自己有了串流之后 很多譬如说 这个 这个CAPCOM HERO MARVEL HEROES MARVEL HEROES 就不给个专利这个Netflix 那便收到迪士尼串流 所以有机会 现在的访问 就说有四个用户 之前就有五个 访问五个 有四个都用Netflix 但是其实他们也不是 不只是用Netflix 那些人可能订四五个串流平台 所以电视没人看 但是问题是 现在就说有四个用户 有一个就想退订 因为我们退好正常 你按键就可以了 他每个都要Extend 你按键就可以了 然后就走过去迪士尼 是吧 所以也挺麻烦的 很多人就不喜欢有广告 现在他就要走去游戏那边 即是要加游戏 接着Microsoft又加游戏 个个都加游戏 就是这样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今天就集谈 就没说这个业绩了 大家见到鑽石狗 就好一点点 上去101 港股的升幅收窄了很多 得升88点 成交现在差不多是1.48分 成交都是不够500亿 就得496亿 美银35万美金投资仓 上去39% 差1%升了1%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昨晚的导致升了548点 纳指也升了222点 重上11000点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的网址 YouTube投资筆记 10月份的收费版 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 香港与环球投资日子 10月份 因为现在 人民币有急跌 接着有加息的话 10月份 我们会介绍几个 谈论几个大题 因为出街的时候 应该是10月中的了 应该 今个月 我们会谈Airbus的 但是我看到资料上很多 所以今个月 会谈Airbus的上篇 跟着10月份 我们会谈Airbus 谈下篇 接着会谈香港的地产股 和银行股 这个也佔了两篇 其实 我们跟着 在10月 应该那时已经去到20多号了 跟进英镑对英国的经济有什么影响 那也可能去到10月的20多号 那时候说得对了 最后我们当然要谈回这个波音 呼应这个Airbus 你现在买波音 可能跟着赢得笑也不奇怪 不知道的 因为现在波音是很低的 那我们分析了再跟大家说 那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 好 我们两类型的节目 免费的 有你现在听着的香港财经R 美股财经R 和我们的网址 收费的只有两项 香港与环球投资日志 PDF文字版 和YouTube投资筆记 美股YouTube版 迎光幕有我们的收费项目 那我就不重复了 有我们的银行账户 转数快电邮和PayPal账户 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也可以 大家电邮给我 香港financeout at gmail.com 也可以 好 那今天是星期四 祝大家星期四愉快 我们地产小专家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